好了 主播可以看到 南投仁艾翔物社水庫 没想到有近四分之一的面积 居然布满漂流木 还导致一艘橡皮艇卡住 动弹不得 来看看当时情形 那里不好算 先往更拉一点 先往更拉一点 左右边摔一下 然后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去拉那个 丙的 一 二 三 那么这是消防队的橡皮艇 可以看到消防队员 卖力地把橡皮艇往上拉 这几天南投仁艾翔 还持续在清理救灾 没想到橡皮艇 卡在水库被漂流木阻挡 消防队只好先把橡皮艇 拉上岸 而物色水库爆满的漂流木 是台风雨势所造成 看上去数量实载难以估计 也是近年来罕见的情况 仁艾翔除了民宅 深受土石流灾害 水库也另类受灾 布满漂流木还得花上时间 好好打捞清楚 那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